今天要给你们分享这款特别香的酥皮花生酥 真的是又香又酥,一碰就碎,一点都不费牙 这是椒盐葱香味的 葱花要加一丢丢盐混匀,然后铺入烤盘 再用果干功能40分钟烘干水分 然后我们要用到的花生芝麻也全部放入烤箱 180度烤,6-8分钟烤酥 在锅里玉米油烧热,烧到微微冒烟 就可以关火了,然后倒入面粉 调一个油酥 再将配方里面的糯米粉炒熟 炒到颜色由白变成微黄就行了 烤熟的花生米我们去掉外皮 白芝麻烤熟也像我们视频里面看到的这样 颜色变成微微黄色 看一下这个已经烘干了水分的葱花 颜色还是碧绿碧绿的,但是已经是很干了 去掉外皮的花生米可以用料理机稍微打碎 然后加入前面准备好的全部材料混匀 花生,芝麻,葱花,椒盐粉 炒熟的糯米粉 这里用到的椒盐粉是我前面做那个藤椒牛肉视频里面自己炒的 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去翻前面的那个视频 就是藤椒牛肉月饼的那个视频 混匀之后再捏成每个45克的圆球 接着我们来准备酥皮的配方 这个皮真的特别特别的酥 你哪怕放一个月它都是酥的 先将鸡蛋,糖,清水,玉米油,糖浆 就是我们做月饼的转化糖浆 打匀之后再倒入低筋面粉 也有加一丢丢的泡打粉和小苏打 这个配方里面都有的啊 用到的饼皮是每个35克 压扁之后包入馅料 皮和馅加起来是80克 就是75克的模具 我们可以做出来80克的月饼 然后放入提前预烂好的烤箱 180度大概烤12分钟左右 就是观察表皮上色了就可以 看一下 一碰就碎掉了 输了